這是一段讓你完全放鬆 平靜的時刻 這是一個讓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當下 在這裡 你可以真誠地面對自己 我是你的心靈守護者 我是安安老師 我是安安老師 歡迎收聽今天的節目 今天的節目呢 我們邀請到了非常非常特別的嘉賓 這位嘉賓是第一次來到 生命力共同題的廣播節目當中 但是呢 他參與生命力共同題 已經很長了一段時間了 那我要先介紹他出來 他是五台山大絕禅院的住持有產法師 歡迎法師 大家好 然後另外一位呢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朋友了 惠直男性的心理師朱惠玲 大家好 為什麼前面要 因為我在佩服安 每次對我的那個形容詞都可以換不一樣的 沒有就是因為想到你就有很多美好的名詞 每次可以換一個這樣子 然後今天很特別 法師上來我們的節目跟我們在一起 那我想我們今天這個法師來到這邊的第一集 我想我們可以先聊一下 因為一般人想到法師通常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在寺院裡面 然後講經說法 但是呢 有產法師他很不一樣 就是他很積極的參與一些社會上面這些公益的事情 然後甚至是呢 他參與了生命力研究共同題 跟藝術家 跟心理師 跟醫師 然後跟很多不同領域的人 我們一起做這個全人喚醒 植物人喚醒的工作 所以就這個法師界來講 應該是一個比較特立獨行的人 那我想首先先問一問法師 法師當初你為什麼會想要來參與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或者是說這樣子的一個群體 最一開始的時候是吳超參加 我帶了一次禪修 然後呢 他在禪修的結束的時候就跟我提到了 他在做一個治療 然後說這個問我 就如果從佛法的角度是否有一些可行的方法 可以能夠去幫助到他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一個姻緣吧 一開始做的那個那個視頻吧 喚醒的那個資料 然後他就有用到了當時我所提給他的那個建議 就是用這個佛門的那個法器 像慶啊 隱慶啊 還有大慶的那個聲音 因為這個聲音它的穿透力是很強的 他用到了之後呢 應該是還是會有些這個效果吧 比如說我們在禪修的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說有入定的 那用隱慶呢 就是可以把它換回來的 所以說如果說用到這個植物人喚醒的件事情 相信它應該是會有作用的 那只是 行為的作用起在哪裡 那這個就是 或者醫生也好 還是什麼 他們就會更專業一些吧 嗯嗯 那聽起來法師一開始是受到藝術家的邀請 但是你後來比如說貢獻了一些意見以後 那為什麼想要持續的去參與 然後甚至是法師很積極的想要學習更多心理學的知識 這就讓我們兩位心理師感覺到非常好奇 嗯 是因為這個參加了這個無超的這個活動 就是說這個項目 然後呢認識了大家 其中呢有幾位這個心理師 在與你們交流的這個過程當中 會發現其實你們會有一些很 在心理學上會有一些很好的方法 相對於佛門裡邊的一些方法呢 它會更柔和一些 如果從事件的角度來講 也就是說對人會更尊重一些吧 就比如哈 比如說是在你們心理學的這個範圍內 然後有一些 你們來去找你們做心理諮詢的一些人 你們會把它稱為叫來訪者是吧 嗯 我記得上一次是洪汝 然後說到了 因為在廣州的時候嘛 我說你們的患者過來了 洪汝當時說不能叫患者 我們都稱為來訪者 就是不能讓他覺得自己是有問題的 嗯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呢 比如說佛門呢 就會是比較利一些 沒病也告訴你病在哪 比如說什麼 就是在佛門裡邊就說 你覺得你很正常是吧 嗯 我說你有病 真的嗎 我們去廟裡不是都說弟子某某某這樣子 好像也沒有被稱為患者之類的 對 就不會是這樣去說你是什麼患者的時候呢 但是如果說在大眾走進那個佛門的時候 他說你沒有跟師父走得很近 或者說沒有在法上這種求法的心很怯的時候 那當然了這個師父們都會是還是很客氣的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學習 想要去改正修行的話 那這個時候師父的臉色就不見得那麼的 給你那麼多好戀兒的 我理解我理解 對它不會是那麼的和顏悅色的方式來去 所以說在這一點上呢 但是呢這個是佛門的一種棒喝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要改正嘛 所以說就是會去指出 比如說像我們出家人 就是在出一十五 就比如說送戒啊 然後他會有這個忏了 而且就要所謂的比如取罪啊 還有什麼發露忏悔啊 就是說要當中去把你的這個錯誤要說出來 要發露 就是不能 他不能附藏嘛 不發露出來的時候 他就是內心裡面會有一種附藏 但是呢如果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呢 就說是可以隐藏的 就是自己我想要去改變 但是呢幫助他的人是要去幫助他隐藏的 甚至他也可以自己不去說出來 那在這一點上 那佛門用的方法和心理學用的方法就是全然不同 好我先說說 因為可能我自己也有接觸佛教嘛 然後我先說說我自己的感受好了 的確就是師父一開始都是蠻和顏悅色的 然後隨著那個時間清靜的話 他開始講話就越來越直白這樣子 我不是只有禪師父啦 就是說 只有禪師父還是我認識 現在目前都對我很和顏悅色的 對還沒有走得很近 對好像就會越來越直 然後可能就會製造很多考驗給你 對比如說可能刻意讓你等很久很久 然後看你會不會生氣啊 或者是給到你一些功課讓你 這些功課不是說這樣你超近啊 或者是什麼的 就是好像他在生活當中 特意製造某一些事件 然後在考驗你的心 有沒有隨著接近去轉這樣子 我是自己是有這種感受的 那但是我之前也會跟我的 教導我的這個師父說 我覺得我有點適應不了 可能因為我們做心理學 我說可不可以緩慢一點這樣子 對但是對方就會說 就會講話比較稍微直白一點啦 就說那你可能就根氣不夠這樣子 那但是其實這個問題 我也想問問惠玲 其實在我們心理諮詢的場域當中 我們也有面知 其實也有這個比較所謂 尖銳或銳利一些的部分 对吧 是的 是還是會有的 但是也是在那個 相信和尊重来訪者的自身 也能夠去對這個問題 有所領悟的一個狀況下 會去比較直白一點的說 嗯 但我覺得這個有可能跟文化的背景 很有關聯性 因為畢竟心理學 目前我們所用的 所有在臨床上面的一個流派 是來自於西方嘛 對 其實中國本土還沒有發展出 真正自己的臨床心理學 說真的是這樣子 是的 那西方的話 立基於這一種個人主義 然後對於每個人 獨特個體的一個看重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可能會更加地尊重 對方是否能適應 就像剛剛惠玲說的 在尊重對方也有能力 可能可以去接納的過程當中 去運作 但是佛教也好 或者是傳統的儒式道文化裡面也好 這種師徒制 很大部分可能是比較集體主義的 然後會把個人說得比較小的 他可能會覺得這是一種考驗 那當然缺點就是 可能會自己感覺到 那個自我沒有那麼被看重 但同時另外一點 這可能也是 因為我有接觸一些 心理學系的老師 然後目前他們在做 把傳統文化跟心理諮商融合 然後也好像寫了一本書吧 應該是Cambridge要出 劍橋要出 就是說怎麼樣從傳統文化裡面 去發展中國自己獨特的 心理諮商理論 他們就很強調 那個自我的大小是不同的 在西方可能我們 在心理學的治療裡面 是盡量的要去 讓個人感覺到自我的價值感 然後從而去解決 可能心理上的焦慮等等的問題 但是在東方或佛教裡面 我們說為什麼你有煩惱 就是因為你有我之 如果你都沒有我了 你這我已經完全放下了 這個自我根本就不見的時候 那你就不會有這種痛苦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不同的理路 一個很不同的文化基底 所造成的 所以可能對於師父來說 我不能說貶損啦 就是說 他讓你這樣 自我盡量的削弱 因為他覺得 你的自我削弱到極限的時候 你就不會再受到這個束縛 而感覺到心理的痛苦 或者是不舒服了 你就自由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不同的文化取向 嗯 對 但是呢 現在呢 就是说 佛陀也是在 讲法的時候 也有講到 說末法時期的眾生呢 他整體來講呢 根基就不是很利了 所以說 嗯 其實是有一些 比較利的一些方法呢 對於末法時期的眾生來說 他確實就接受不了了 這個時候他就會 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 嗯 然後但是呢 如果說依著 佛法的一些傳承上的 一些方法 就像說 比如說我們出家 時間很久了 已經很習慣於 這個 在法上的 這樣的一些方法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與 在家人 比如說 或者說在教授 這個在家人的時候 那有時候說 這樣的一些方法 那就會 就是他們就會顯得 吃不消 或者說 自己覺得是不被尊重了 但是其實呢 並沒有說是不尊重 但這個里邊呢 就会有一個 從事件角度來講 就会有一個 尊重與不尊重的 一個差異性 分別 嗯 嗯 那心理学呢 它就 會有一些方法呢 它相對來講 就是從事件角度就覺得 嗯 它是首先 先尊重對方 然後站在對方的 這樣的一個角度上 再適當地去 給予調解 那佛門呢 就不是的 佛門是 當覺得 這個師父覺得 嗯 學的這個程度 或者說 這個根基 基本上是可以 能夠差不多的話 或者說 它是建立在 前面先有一個 彼此的一個信任 那這個時候呢 那師父所用的方法 那就不是說 來尊重你 這個個體了 而甚至說 會想到 會想 借用一些方法 甚至制造一些因緣 就會把你的煩惱激發出來 嗯 然後讓你在當下 去認識到這個煩惱 所以當 如果說 對方呢 他不能夠理解的話 他就會 有可能就會覺得 自己不被尊重了 但是 在末法時期呢 所以說 為什麼說 我會想要去 了解心理學 其實有的時候 是可以來去 借鑒一下 就是用一些 你們這樣的方法 就是讓 讓對方覺得 嗯 你尊重了他 那個今天 邀請惠玲來 很重要 就是因為惠玲 她的那個 走的學派 是榮葛 那榮葛 也是接触了 很多東方的想法 所以我想 也邀請惠玲 說一說 就是在你 学習榮葛 或者是 自己在做榮葛 流派的諮商裡面 你自己 有看見這個差異 或者是說 你的學派 是怎麼樣融合 這兩者的嗎 嗯嗯嗯 就可以先從我自己 就是關於這個 佛學和 榮葛心理學的一些 經驗去談起吧 其實我自己個人 是先 先喜歡佛學 或者先對佛學 比較感興趣的 就是因為我 從小是出生在 那個中國的 就是西南地區 它相對是一個 也是比較受 這種小城佛教 所影響的一個區域 所以從小就是 其實接觸過 或者聽過很多 有關這種佛教 就是作為當地人的 一種生活方式的 這樣的一些故事吧 就是像是 在那個雲南的 南部的那個歹族嘛 他們那邊的小孩 成長的方式 就跟我們想象的 很不一樣 就他們是 八歲就會出家的 男孩子啊 就是男孩子 十八歲就會被送到 寺院裡面去被教育 然後他們學的東西 都是跟佛學是相關的 等到十八歲的時候呢 要不就還俗 可能要不就會繼續 在寺院裡面 所以就覺得 從小到來可能就比較 對佛教會比較感興趣一點 然後是到後來 才學了心理學 後來學了心理學之後 其實就像安恩說的 一開始接觸到的心理學 其實都是跟西方的 這種哲學或者方法論 是有很大的關係 我自己自己可能覺得 作為一個東方文化成長起來的一個孩子 或者說一個這樣的一個個體 總是會覺得跟那樣的一種就是西方的 完全純西方的這種心理學 還是會有一些距離感 或者說就是覺得這不完全是符合這種 我心目當中的心理學 所以當時在那個大三的時候就已經開始 會有一點懷疑這種心理學 或者說就是有一點不太確定 然後就開始去試著尋找一些答案的時候 我就找到了一本書 一本叫做《容格與佛教心理學的書》 然後可能是可能是機緣巧合 當時就是在那個2000年 對2006年還是2017年的時候 就當時在那個圖書館裡面 可能這是唯一一本 試著把這種西方心理學和東方文化 或者說東方的這種宗教傳承 去整合起來的一本書 然後我就覺得 就為我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 從這本書裡面我才了解到 可能《容格》當時是作為一個西方心理學家 一個個體 然後他其實已經在努力地向東方的文化 或者東方的傳承裡面尋找一些寶藏了 他也認識到說 這種西方的心理學是很有局限性的 尤其是在治療或者說在探索人的這種深度意識 就是他所說的這種無意識的領域的時候 西方心理學是非常的有限的 反倒他通過了解到一些佛教呀禪學呀 然後還有印度教啊藏傳佛教 這些獲得了很多的這種啟發 然後也來就是完善和驗證了他自己的一些觀點 在他的那本書裡面就是 我也了解到原來就是西方的很多哲學觀點 其實也是有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的 比如說舒本華的一些哲學觀點 其實也是受到了一些這種 活教思想的一些啟發 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我覺得才慢慢發現了一種 去整合的一種方式吧 然後才開始就是決定說我要去學習融格心理學 因為我覺得融格心理學是比較包容的 比較開放的 而且它是會試圖向不同的文化和傳承去學習去整合 而不是單純的只是立足在一個單一的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這種心理學 所以才開始喜歡融格心理學的 我說所以可以理解是在心理學的領域裡 就是融格心理學它是更 就是有接觸到宗教其他的是沒有嗎 是這樣可以這樣理解嗎 就是其實我覺得也有其他的心理學家可能當時我並不了解 在融格那個時代就是我覺得融格是一個已經算是相對於來說 其他的心理學家是更加重視這個東方文化的這種意義和作用了 他就有很多這方面的一些著述啊 然後演講還有出版啊 現在現在的話我覺得越來越多的西方心理學家 已經開始就是越來越多的像這種東方文化去尋找一些寶藏了吧 然後就比如說安就是一直在努力推廣的一種正念這種心理的療法 其實我覺得它有很深的這種佛教的這樣的一種根源 然後還有那個現在就是西方也會去推行一些叫做什麼辯證行為治療 我覺得也會有這樣的一些吸納的一些這種東方文化或者說就是東方修行的一些技法在裡面 我在前幾年的時候也接觸過一個美國的這個心理治療師 然後他來跟我們講這種夢的工作的一些方法 發現他們都會去採用一種就是東方文化的東西在裡面 比如說他們會通過就是問這種是誰這樣的一種方法去和夢進行對話和工作 然後這種方法就是後來我跟吳超交流了才發現原來在他們禪修的過程當中也會有這樣的一種方法 然後我就覺得現在其實是越來越多的有相互去學習和相互去整合了 對 那個剛剛師傅提到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一開始學心理學 我那時候為什麼想學心理學 這個好像我從來沒有在任何節目上面說 我說到為什麼要做一個psychologist 那可能是因為自己生病啊 覺得心理影響身體很重要 所以the SARS那時候有一些決定 但是之前為什麼我開始對心理學本來就很有興趣 其實是因為我在教會裡面 就是從高中開始在教會裡面 每周去跟教會的人接觸啊 然後看聖經啊 禱告 那教會裡有很多書 台灣的教會很喜歡邀請心理學家來演講 然後他們的身份叫做Christian Psychologist 叫做基督教徒的心理學這樣 那他們在心理學的範疇裡面就是一個spiritual psychology 就是靈性的心理學 我在港大跟的那個老師是一個牧師 他同時是牧師身份 然後他也是一個心理學的教授這樣 但是他們就是 我不能說他們 很重要 我一開始也是走比較這一種 比較像西方宗教的心理學的方式 所以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forgiveness 就是饒恕 因為饒恕在這個西方宗教 在聖經裡面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課題 我寫這個饒恕的東西 但是後來為什麼慢慢的就跑到另外一邊去了 跑到佛教這邊來 我覺得可能自己也覺得自己的文化底蘊 然後還有自己熟悉的東西 好像更加適合自己 在這個這樣子的一個訓練當中 因為我不可能只做就是西方的東西 所以我也會去接觸東方的東西 然後在接觸的過程當中 比如說慧玲說的正念啊 或者是接觸禪修的過程當中 我們剛剛說在西方文化裡面 我們是一直去提高我們個人的價值感 或者是獨特性存有的感覺 在東方文化裡好像反而要把這個減低 因為要去掉這些所謂的我值 去掉這些煩惱 但是反而我感覺 如果你在深究進去的話 那個個人價值反而在東方的文化裡面 呈現的會更大 因為在西方文化裡 你再大你大不過上帝的 就上帝是終極的存在 你只能逐漸靠近他 但你永遠不可能成為他 因為基本上就是兩個完全不同 人跟神就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但是在比如說佛教的修持裡面 或者是這些吸納了 東方文化的這些心理學的東西裡面 我們開始發現 這個慧玲待會可以再說 就是自信到底是什麼 然後那個自信是與天合一的 所以我也許不用再去寄託一個終極的存在 而我可以成為跟那個終極的存在在一起 甚至我就是的那一個部分 所以我感覺在那個豐富滿足的感覺裡面 我慢慢地轉向到這邊來 當然我也尊重就是每一個流派 或者是我以前的老師等等 大家都有彼此選擇的路線 那我是說一下我個人的感覺 然後惠玲可以再說一下那個自信的部分 我是很同意安安說到的一點 就是如果深究下去的話 人的價值在這種東方文化 或者說作為一個個體的意義 它能夠實現的更深 也會更加的真實的體現出來 這也是我在榮格心理學裡面發現 就是對於個體來說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其實榮格他的家庭也是基督教背景的 他的父親就是一位牧師 他從小就開始就是接觸到 也是耳濡染地接觸到這種基督教 但是後來就是也有一些 認為榮格就是一個什麼異教徒之類的 就是覺得他為什麼會開始去 除了說對基督教的一些心理學去研究 他也會去研究什麼佛教印度教 然後什麼諾斯蒂教之類的 然後別人甚至還有一些人問他說 那榮格你現在還是一個基督教徒嗎 他就回答了一句 你是開玩笑嗎 我是榮格 就是他這句話其實我覺得 最能體現他的一種心理學的觀念 也就是跟安安說的自信有關 也就是說在榮格看來 無論是如何的 這邊我要打岔一下 因為很多聽眾人會誤以為 自信是很有自信心 對 這邊我們要解釋澄清一下 惠玲澄清一下 就是那個自信在英文裡面 是大寫的那個self 然後在中文裡面就是 借用那個惠能的一句話 合其自信 這樣的一個就是那個字型 那兩個字 不知道這樣解釋清楚了嗎 就是性是那個 性性的性 說到這個榮格對於這樣的一種 自信化的認識 他認為是人類最普世的 這樣的一種內在心靈成長的 一個動力 然後無論是他有什麼樣的 一種宗教背景 或者說任何的宗教背景 都是以這樣的一種 實現自信為目標的 而上帝可能也是一個自信的代表 或者說自信的象征和自信的顯現 然後人在追尋上帝的一個過程 其實也是不是向外去投射 這樣的一個上帝的意向 而是去尋找自己內在的這種自信 就是以上帝為原型 為代表 或者說以佛陀為代表的 這樣的一種自信的原型 它是一種智慧 一種整合 或者說是一種人格最為圓滿的 這樣的一種呈現 所以就是在榮格看來 就是自信化是這樣的一種 心靈成長的一個目標 它是具有共通性的 而他之前就是雖然說 已經有過這樣的一些想法 但是他發現在中國文化 或者在東方文化裡面 這部分是被闡述的更加的清晰 自信化的過程會經歷一些什麼 然後最後會實現 會達到一些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他更好的用東方文化去說明了 自己的這樣的一種觀點的合理性 就是榮格在他的心理學裡面 就有提到了自信這個事情 是吧 對 他一開始用的是一個大写的 Self 然後後來呢 當他就是讀到了這個禪學 然後還有中國的一本書 叫做《太以精華密指》 他可能就會用道這樣的一個詞 來代表自信化 他也會用一些就是中文的這些詞 他有試著去用不同的這種語言 然後他有時候也會用那個叫做阿特曼安 可能知道這個詞 就是也是一個代表一個大我 就是一個小我和大我的關係 他會用不同的宗教背景裡面的術語 去代表他的這個自信的觀點 我們這邊解釋了一下那個心理學 我覺得借近了很多佛教的想法 我記得有禪師傅 每次在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也都問我們很多心理學的東西 所以想問問有禪師傅 你在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有沒有試圖把一些 可能你看到的一些心理學的技巧 用在你的徒弟或者是弟子的身上 你覺得還蠻好的 有試圖但是應該還是會比較少吧 就是了解的還並不多 還是會比較少 就是只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交流這些 從道理上 就像剛才惠琳有說到 容哥也有提到自信的這個事情 然後呢他也有去 接触到東方的這些文化 那其實呢這些還是在理論上 就是它是有很多的共同之處的 但是呢從方法上 其實呢我是更多的是說 方法上可以用得上 對就像上次我們在廣州 然後惠琳博士做的那個沙盤 像沙盤它就屬於一個心理學的一種方法 對吧 這個是肯定是佛門裡面沒有的 然後像說無超的這個繪畫 那這樣的一些潛意識的繪畫的方法 那這些方法 這些方法呢 我不是可以拿來用的 但是我相信在心理學裡邊 它應該還有很多更好的一些方式 就有可能你們在去接待你們的來訪者的時候 因為這是比較私密嘛 那我就沒有也看不到 你們是怎麼樣跟他們溝通的 那這裡邊就應該有很多好的方法 我覺得好有趣喔 就是 一般我們認識的師傅通常都是高高在上的 然後 就不會想說要去學一些心理學 這些方法 對對 我覺得這就是有傳師傅很吸引人的地方 我記得有一次 維倫跟我說 他在跟有傳師傅共會 你們兩個可能就用一張畫質 然後他畫一張畫 換你畫幾筆 這樣子互相畫 對 然後兩個就一起完成一幅畫 然後他跟我說 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感覺到你好像空氣一樣 你在的 但是他感覺不到你 但是他又很需要你跟他一起完成 他就說怎麼會一個人在旁邊 你又感覺他不在 但你感覺他不在 他又是那麼重要的在那裡呢 我覺得今天有傳師傅在這個節目當中有很多這樣子的 比如說有傳師傅的提問啊等等的 就讓我更感覺到有傳師傅跟一般法師 這種端著架子的感受是很不一樣的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下一集要繼續邀請惠玲跟有傳法師到節目當中來 然後我們要繼續聊聊佛學跟心理學的討論 那時間我們就在這邊要先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好拜拜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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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